那謝謝唐政委 因為我們的 我今天來主要是因為要來陳情 本來是要在 我們比較習慣都是在外面 今天的規格比較高一點 所以上次來是因為 林全院長的時候開放台電 那今天也是因為開放政府 我想我今天來陳情主要的目的是因為希望 我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您提倡的開放政府 也是我一直長期來努力的一個事情 那所以我希望把這個開放政府的事情做得更好 我想這是我們有一個基本的價值 那這個我的核心價值 那但是在這個開放政府的過程裡面 我目睹了這個就是這個台研這個 減納研他的這個案子的這個發展 特別是從一月多 看起來有點像糖 一月多 這真的香蕉不是太陽花 OK 沒關係其實我在我的臉書上 YouTube上也都已經講了很多了 就是我覺得一個開放政府 它必須要基於事實的基礎 基於多方的 就像您所提到就是透明 參與 然後這個 給人出交代 對 給人出交代 我在講說accountability 就是其實就是你是 拿出來的是可靠的數據 這些東西 還有一個就是你要含肉 要接受大家的意見 我想在這次就是61次的這個協作會議裡面 我看到的剛好是反過來的東西 聽說 因為我想第一個就是說 它是不是一個透明的 因為這個有 我先講 這裡面有體制內的 我們國家有很多 有法律 第一個 政府資訊公開法 這些資訊是不是公開的 那但是這些資訊 有沒有帶到這個會議上面去 沒有 他衛福部組的這個資料裡面 事實上是沒有 而且關於我的部分 還是錯的 而且這裡面有關於很重要的重點就是 他是說我到監察院去 去陳述這個事情 不是我 我理解 我也跟您報告過 那另外這裡面 就是說這裡面 因為這個是在監察院調查案 如果不是監察院在調查 後來把它叫做糾正 他不會來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裡面又再講到說 要監察院這個歷程二 這是衛福部提供的資料 我們其實看一下 逐字稿的話 當時他用的措詞是有民眾 我知道 因為這個裡面是書面公開的 理解 這也牽涉到本人的個資 雖然我不在乎 但是就是說 一般來講 監察院的澄清的民眾 是不會公佈的 理解 那你既然把我列入的話 那其實也要把這個 也要去找到 當初陳情的內容 還有監察院的報告 還有裡面有一個很嚴重的誤導 我也問 請監察院這邊 瞭解一下 就是說要讓這個東西 擴集到所有的食品裡面去 其實監察院 應該不是這個意思 應該都不知道 也都是疑言吧 對 我們主要還是針對疑言 但是怎麼要把它擴大 而且他說 這個專員來電 轉達監委意見 擴集所有產品 我想這個裡面 就牽涉到 他的accountability 如果一個事情 他的accountability 不能夠被檢證的話 光是這個 他的歷程就有問題了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歷程裡面 會有一些 一些這個 accountability的問題 我想這個問題 在會前會有聽過這個 所以我們這次的那個題目 就叫市售包裝實用鹽品 對 他沒有擴集到任何別的 對 沒有錯 因為他們現在就是說 要把它擴集到其他鹽品 他本來今年1月1號 就應該要執行的 要把這個鹽它的輻射的問題 對 這個 因為其他的裡面 像他們那時候 在去年8月20號 在立法院開公聽會的時候 他們還叫膠農來 就說膠農就來抗議 就是說 然後我們要標示假嗎 那我們就說不要啊 然後他們就說 那就不要標示假 所以這個是在混淆了大家的 所以這個看起來 也不像實用鹽品 對對對 不是實用鹽品 那這次香蕉也不是那個 也不是太陽花 也不是香蕉 所以我想這個 不是我們協作會議 對 所以我想這個 協作會議之前 我們就聯繫跟通話過 而且我也希望 就是我提出了六大項 就是要跟那個 衛福部食藥署那邊 來索取的這些資料 要確認這些資料 那我想這個裡面 這個是一個thermal的機器 那它就是測伽馬的一個 伽馬跟β的 所以大家都說 OK 你這個 鹽到底有沒有 在這個會議裡面 如果我去的話 一定會展示一下 就是說你說這個 我們在講這個 香蕉有沒有 跟背景是一樣的 跟背景一樣的 就是說背景 那我看到這裡面在講說 那人也有 那我娘娘有沒有 沒有啊 我的總量可能比他還要高 因為我的重量的關係 所以裡面說 那這樣人是不是也要被標示 假四十輻射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在地球上面 連人體內都有假四十輸 對 對 所以這個東西是 他們完全把它擴張解釋 模糊交代 當然我們人不是市售使用員 對 當然當然 就是說他們現在講了很多這些東西 來 就是說 因為它最後的結論 第二十五頁 他們最後的結論是說 就不需要標示 用什麼QR Code 什麼教育 這些方式 那這個東西也不是我們 去討論的事情 就是說你要標示 要怎麼標示 結果它就利用了這個會議 把原來的命題 整個推翻掉 原來的命題 原來的命題 就是你應該要標示 所以QR Code不算一種標示 至於說怎麼標示 我們可以來討論 標示什麼樣的文字 其實我們那時候也提出建議 你就 譬如說 這個裡面有很多的標示 這個鹽 裡面你看也有大概五六種的 這個東西 而且還有零的 沒有 譬如說反式脂肪酸是 標示是零 什麼幾張EQ 那也很多的標示 對 所以很多東西 譬如說我們買一個7-11飯糰 然後面大概有二三十個東西 對 那很多東西就是說 你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有沒有 但它就要標示出來 OK 那還有一個就是量 因為它的量已經到達了 一個東西就是說 看它的量是不是significant OK 那你可以看 就 我其實展示過很多次 它五秒鐘 它馬上就上來了 那香蕉呢 香蕉不會啊 剛剛你也不會 我也不會 這個房間裡面都不會 那它會 它會超過你看 這邊 可以到達 0.56 然後還會再上去 因為它不斷的在吸收它的Gamma 讓它這個東西上去 到0.58這樣子 對 那你會說 有人會說 你這個是你帶來的 你打開的 我們現在 你問我的話 我會說 那這個 大概一天 大概不會吃相當於相較重量的鹽 不會 不會 那但是 這個東西它本身 它是一個 它雖然假設是天然放射線 但是它在 我那時候提供你一個資料 就是美國它的NOR 就是天然放射線 Naturely occurring radioactive materials 那 假是這個NOR 但是這個已經變成TENO technically technically enriched 因為它是在湖水裡面 就是中國大陸進口的 而且它上面說 產地是台灣 現在這裡面的 甲的分量已經比 那還要多了 那 甲 那個 那是我們的海水 通宵電場 電解以後 我們海水已經污染了 已經不能夠直接拿來做鹽 它把它電解了以後 再 就綠化鈉結合成這個精煉的鹽 同樣的這個甲也是 它經過了電解 人工精煉以後 變成純的綠化甲 所以這個綠化甲 它本身 因為有甲40 所以它有高量的放射線 這個在石材 石頭的石 石材的標準是 每一公斤 一萬倍克 它就要被管制 所以它的原料 是大概一萬八千倍克 因為這減半 這就八千 八八六零倍 這不要用鹽來做鹽柱來當建築 不是 用甲 甲 天然的食材裡面還有甲 我們土裡面還有甲 所以這個甲的是 我們最多的整個地殼 地球表面上最多的一個 放射性元素 這個是都有的 我們都不會去爭議這個東西 蛋鈴甲是我們植物的營養成分 這個也是沒有問題的 我從來沒有去爭議這個問題 爭議的是說 這個東西它很高 國外也有賣 但是沒有賣像台灣這麼泛濫的 所以說這個是牽造一個量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不需要對輻射要有一個 這種過度緊張 但是輻射我這邊要稍微說明一下 第一個它有一個確定的效益 就是說它高劑量的時候 那低劑量的時候 它是一個機率效益 它是一個LNT 就是Linear Non-Threshold 因為這個部分 就是說它的放射線會有 雖然量很低 但是我們不能去證明它不會致海 所以這是國際標準 不是我講的 我剛剛講這些東西 是我們一直在提出來 但在這個會議的準備的資料裡面 沒有這些事情 OK 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這裡面對腎臟是有影響的 健康因素裡面對腎臟也有影響 我跟主辦單位也跟您提過 就是說請他們找腎臟科醫師來 加一科醫師來 或是這個代謝科醫師來 他們會來 可以來說明 但是很可惜 身上代謝甲的這個部分 很可惜 他們還是繼續找了 他們的長期合作夥伴 其中有一位潘教授 中研院的 他們引用最權威的資料 應該就這一份 他們去了一個榮民之家 去做了一個研究 所以這裡面我昨天也有提到 在臉書上 我也提給大家參考 就是說這個報告 它的實驗設計是有問題的 沒錯 因為它不是random的去抽樣 也不是一個盲測 所以它其實是這些人是被告知的 那這個也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這裡面它排除了 就是實驗組是 對照組是一般的人 但實驗組就是 他要給他吃這個鹽的 是沒有腎的問題的 腎功能沒有問題 合格的 而這些人大概就佔了五百多人 所以它從九百 原來 對不起 大概兩百多人 所以它兩個的組別 一個是 它的族群是916個 另外一個族群是635個 它應該是要一樣的 而且你應該要均質化 然後才能夠去比較 這個是造成的這個實驗的不可比性 理解 就是如果要設計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 要嘛兩邊都是腎功能正常 對對對 兩邊是不 但你也知道這個東西 對腎功能不正常的人 是有傷害的 所以這個部分 對它有標示出來 但是在整個你們的會議紀錄裡面 腎這個關鍵字只出來過一次 就是它是代謝 對 腎代謝掉了 所以它其他沒有講到 對於腎的這個影響的事情 所以這樣的一個 不accountable的資訊 被這個開放政府 這樣的一個協作會議驗證過 然後最後結論是 喔我們不需要標示 這個很安全很好 那不是是QR code QR code 那他也沒有說QR code 他就說不用標示 QR code其中一種方法 QR code其中一種方法 那最好他們是 這裡面最好是不用標示 好我要講一下這裡面的人 是不是accountable 這裡面的人 我想這邊可以給您看一下 這清華大學在這個2009年的時候 他們被裁罰 那這個案子的事主也在那個會議裡面 而且他說他是消費者代表 然後他是輻射專業人員 而他講的那些話 是沒有辦法被再檢驗的 就這位老師嘛 對對對 那所以我在想 其實我們在做一個開放政府 其實我希望回到行政程序法來 來進行這個程序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正軌 你現在pilot prototype 用這個協作會議 就是154條 對我知道 但是我們還是要回到行政程序法 他在聽證的程序 因為跟人民有關的話 他應該進行聽證程序 他裡面有很完整的 不是只有預告程序 對 對他有一個聽證程序 他要怎麼做 我希望我們未來的這個協作會議 能夠慢慢跟他去接近 因為你一下要他改穿這個東西 一下把辮子剪掉 穿西裝打領帶不習慣 那我還是要留辮子 我還是要穿長髮髮掛 那我現在慢慢慢慢讓你適應這樣一個 就先用比較低拘束力的預告去適應 對先讓他mitigation 還是要結合 對還是要回到 所以我完全同意 對我想這很好 就是說我們就往這方面去努力 因為這個 所以我一直非常支持 像您那時候 那時候他們那個 這個主辦單位又是衛福部 因為 因為這裡面又牽涉到了這個護信 基本上你的資料的開放的程度 跟真實的程度 我沒有辦法互信 因為我到最後一天兩天 我才告訴你 我不能來 因為我看到了這個 他準備這些報告這些資料是很偏頗的 然後甚至我也知道 他們前面開了四次的會前會 那我也請你 在哪裡 因為我一直沒找到這個 都公開 可是我沒有找到 好我再看 對 那 包括了我是他們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對象 對就在這邊 工作會議 第二次工作會議 他總共有四次 第二次會前會 對 一共三個 然後再加協作會議本身 這些都公開 我所知道他們在之前有四次 如果他們一共開的 我們不知道的到 對 就是說 我們這邊開的 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部分 我不清楚 因為你的這個網站那個 我找不到這個部分 我們連接這個 之後再提供你 好 那我會再看 但是就是說 我剛剛講了兩個例子 都是很明確的 我們可以再驗證說 這個人 不是不要以人廢言 不要以言廢人 就是他講的這個事情 到底對不對 我們對事不要對人 就是說 我們會提出這個人 他的質疑 他們會說 芳姐就是反核 所以才反過頭了 網路上這樣說 我來那邊製造謠言 說這是我在講 這是謠言 所以 我必須要澄清 這個東西 它高放射線不是謠言 這是一個事實 我想 而且 我們台灣賣的太多了 已經氾濫了 你去 所有的這些電流一看都有 去年我母親 在文總住院 我到腎臟科去看 我媽 也是吃這個鹽 我後來才知道 我是2017年才知道 所以 看到腎臟科裡面也有這個鹽 後來我去跟 那個 住院醫生講 他嚇一跳 後來看 怎麼會在 這裡有那麼高的假 OK 所以他這裡面 它上面那個 腺病變者有標示 但是沒有提到假 所以 醫生 專業醫師也沒有注意到這個事 他這怎麼能夠拿來 理解 包括了婦產科醫師 理解 包括像曾啟瑞他 他這個婦產科醫師 也跟我說 這個東西 孕婦也要想吃 就是說你在 你的這個 那這個東西 可以當成藥品 這個裡面有在講說 你讓營養師 跟要醫師去做建議 對 這個我完全可以接受 對 因為這個本身在 就是這邊 這個DRIS 溝通推廣 對 等等 就是包含國劍署 等等 另外有一個那個 對 就是說 其實我們怎麼去取得假 我們吃這些蔬果 就有假 因為它就有假肥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這個東西是可以去 就是你要多吃蔬果 不只是假的問題 還有你的纖維素 這些其他的維生素 這些 是對你有好處 你不能說你 我就要吃腌肉 我腌肉裡面 它曾經被用在 直接拿去做腌肉 就純的綠化假質 但後來味道很苦澀 所以口感不好 因為有一些老人 他可能非要吃那樣的話 OK 我覺得 那我們盡量滿足不同人的 人群的需要 那你如果非要吃重鹹味 那你去拿純綠化假去醃肉 OK 我覺得那是你個人的事 沒有違法嗎 對 沒有沒有沒有 或是說你拿去賣也沒有關係 但你要告訴大家 這不是給一般正常人 尤其不是給腎臟比較虛弱的朋友 對 所以他的實驗報告 這裡面講是說 給高年齡 而且只有男性 所以他的這個實驗 前期條件 都沒有揭露出來 就是說 高年級 高年齡層 其實他有四十幾歲的 還有七八十歲的 還有男性 還有就是說 沒有腎臟病變的人 OK 在這樣的前提下 所以 有了 這個只能 這個實驗只能證明這個 對 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下 你要給一般人 都來享用這個東西 我是覺得是會有 要 這不是一般的 所以最早食藥署他們 這個東西的歷史其實很長 許子秋的時代 他就以前的衛生署的時代 這個東西就要上市 後來許子秋不同意他們上市 為什麼 因為你要去減蠟 不是去加甲 加甲跟這個東西的 就是從營養 所以當初他們就台鹽上了這個產品 叫做 不叫減納鹽 叫低納鹽 那時候是被 列為是 特殊營養品 對 我沒有這個問題 在國外也是 salt substitute 甚至有純的 也都可以 OK 我並沒有說 這個是一個很 有毒的東西 只是說你必須要 這已經從 國際服防的標準 要管制 已經達到了管制的階段 至少要告知 對 就是說 你已經是被Tenon 在美國的環保署 Tenon也是要管制 已經達到了一定的量 那我們是不是就要考慮到 它的正當性 它的利益 我不否認對某一些人是有利的 但對多數人來講 它是這個輻射的暴露 是 它自己決定的 對 它要自己去了解 然後 但這個了解的過程很複雜 所以說 那你是不是說 就是 就像裡面有人建議 就是說 由營養師跟醫師去建議 有位楊先生講 這邊嗎 對 楊童林先生他講 這個 這個我都可以接受 並不是說這裡面都不對 就是說 你的這裡面有 它也是 那個衛福部的包商 它是做設備的 我也認識它 所以這裡面 就是說 但它的聲音非常微弱 後面就沒了 所以 我們 贊成這句話 就是說 你要 那個 諮詢醫生 但你要講得更清楚 而且 這個東西 它不能夠這樣 擺在 一般的超市 或是 超商在販賣 因為我有很多張照片 我們的超商超市一大堆 非常顯著的位置 為什麼 因為它賣一罐 59塊錢加60塊錢 那這個 如果不加點的話 是15塊錢 加了點是20塊錢 所以 同樣的這個鹽的比 就是說重量比的話 它的價錢是它的十幾倍 這是有一個 利潤的一個空間 那氯化甲 跟氯化鈉的 實用級的 在國際上差別不是很大 你說成本 對成本不是很大 當然它有包裝的成本 行銷的成本 最重要的 還有一個爭議就是 它寫了健康 這個好像 明年1月才會 對啊 而且 衛福部原來是說 這個健康減納炎 不是健康食品 它沒有關係 那我說 那你去找100個消費者 說 這是不是健康產品 健康食品 它沒有小綠人標誌 這個佟林老師也有說到 其實同一句話 對 對 所以說這個健康的 因為它也跟我去輔導好幾次 對 所以我想我們在這個事情上 我們之前也有一些溝通 對 但我們是不同領域的人 他是設備的專家 那我是雜家 什麼都接觸到一點 我是管理實驗室的管理供應商採購的 這是我的專業 所以在這個裡面 它的健康鹽 不是健康食品 這是有爭議的 後來就是說 那個 在監察院 也經過了糾正 他們還是不聽 然後又被質問 再下來如果再不聽的話 就可能就要彈合 對 所以他們在這個關口 為什麼他們那麼急著說 這個事情也不是一天兩天 我也沒那麼急 這已經搞了二三十年了 就是說從總體的公共衛生效益來講 我不急著這一兩天 那他們為什麼那麼急 因為今年他們承諾 就1月1號就要去公告這個東西 那你去年為什麼不做 去年7月1號就已經公告了 他在網路上做了很多的聲音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你政府 讓這一些沒有被verified 被veredated的消息 上你的網站公開 而且你用這個東西來 作為你的依據 但是沒有充分揭露 對 而且我也沒有上去流話 因為這個我要看說 他們到底在講什麼 就像這一次的會議 我也不講什麼話 我就看你講 你不講我怎麼知道你有問題 我不能假設你有問題 所以我不能假設你不透明公開 我不能假設你沒有accountability 那我們現在拿這些的紀錄 這些內容 我這邊有非常多他不是accountable的資料 那不是說我說不accountable 就不accountable 我希望這個東西 再經由被確認的這方面的專家 專業人士來進行這個討論 比如說婦產科 我會建議說曾祥瑞 他是這方面的專業 那可以請他來 比如說像輻射防護 應該就要找到董傳宗董院長 他也是對這方面我們都認可 那還有比如說像楊通靈先生 他在設備上面 精確度有人說這個東西是他會叫別人不會叫 這個什麼 那你拿這不是我們要看數字 還有就是說像一些生理方面的 像詹長全是公衛方面 還有林中英 他們也是都做輻射生物方面的一些的 那這些人還有就是腎臟科 腎臟科也可以找一些相關的醫生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 他們跟衛福部沒有利益中途 因為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裡面你找了一堆包商來 他要去講出一個客觀公正的 accountable的話 OK這個是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這裡面有一個叫李俊章講 他說如果這個水是50個貝克的話 那一公升的水不就是十幾萬貝克 對這個是錯得一塌糊塗的 那人家是一公升或一公斤的水是50貝克 不是這個樣子 他把它變成功課了 這個混淆試聽 那他的這種事蹟不止一次了 那他長期就是接幾千萬 拿了幾千萬這個政府的預算計畫 那這個他都有他的立場 那他跟衛福部一致可以 那你就知道官方的意見可以拿出來 我不是說我就不准他講話 不以人費言可以 你就拿出來 大家來審視到很平 cross functional的檢視 這個東西是我覺得這一次我沒有看到 而且包括了賀利維教授 賀利維博士他也是 其實這個事情他是始作俑者 他也寫信給主辦單位說我不能來 那他也算很平的 那些很平另外一方比較沒有來 但是就是說他也跟我討論過 我說我也不會去 因為我是覺得這就是一個 因為你的遊戲規則就是我們只能講三分鐘 然後跟這些人都在一起 然後我們就被neutralized 沒有啦三分鐘是一開始上半場 接下來就是大家分組討論 那我們覺得是有問題的就是說 衛福部這個主辦單位在設計的時候 讓檯研去講了 但相對人沒有去講 至少我是一個公開的相對人 當然 賀利維是個公開的相對人 對不對 那或是說高金素沒委員 那我覺得不能夠請田丘錦委員來 他是監委 他是 這是我談了一個更嚴肅的話題 就是說 監察院對行政機關進行了糾談 這是憲法的權責 那行政機關可以不同意 可以產生了爭執 在憲法四十四條裡面 是總統得就這個事情來協調 我想我們這個必須要 還是要回到我們的法治的基礎 我們連結都不能提供給田丘委員 有到這個程度嗎 沒有沒有沒有你們可以提供給他 而且你們說不做結論 但你們結論到處都是 所有的這些單位都會拿出來 我也會把今天討論的一些動題 我問就是說 你不符合這四個原則的事項列出來 當然 會交給監察院 因為我是覺得 這是一個check balance的一個機構 所以你們去邀請田委員來 這個是有一些 我們是請他參考 請他參考 參與這個會議來發言 我覺得那是非常不恰當的 這是有一個憲政體制上的問題 那因為我們 雖然我也是說 經常認識文子院 然後怎麼樣 連院長都這麼說 但畢竟還是他這個憲政機關 所以說您覺得田委員用他個人的 他不像YouTube帳號 在我們的直播上打字留言 已經違反憲政的這個原則 這是他個人的行為 已經到這個程度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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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個人的話OK 對嘛 OK 對他個人的發表 但是這裡面 他不能代表監察院 那當然 因為最後出來的報告 做成的決議是監察院的決議 假設他在slido上提問 這個只能代表他個人 不能代表監察院 對 就是說他 我前幾天有跟他通電話 講到他覺得就是說 第一個他並沒有說要禁止販賣 只是說他講一句話就是 民可使 不要有那種民可使油脂 不可使滋滋的那種概念 也許當然啦 就是說你要讓消費者 有資的權利 充分理解 那我想我們的初衷 我的初衷也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讓大家了解 我昨天也在臉書上面 因為我來自軍人家庭 那我們知道當初為了要核子武器 才去弄了核電 那裡面核子的東西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除了它的高熱量 巨爆的殺傷力熱量之外 就是它很長期的輻射的問題 那如果沒有輻射的話 那我們不必擔心核電 我從來不是在反核能 或是核的研究 或是核子醫學 而是說我們知道這個東西 就像幾萬年前我們開始用火 現在還是會發生火災 我們要去管理它 這是我們文明進化的過程 我們發明了一些 我們原來不能駕馭的東西 那我們這50年來要學習駕馭它 讓我們變得更安全 大家都要有消防強勢 不能只靠消防專業人 對 而且我今天也跟一個議員在講說 這裡面還有一些商業的機制 比如說保險公司去check balance 不是所有東西都是由政府去做 因為我在美國 我見過幾個工廠 那保險公司會來查 他們有個FM的標準就是 那就是保險公司聯合會 它對於這個東西 即使我通過了政府的消防管制規定 對不起 你要通過我所有的建材的合格 它有一些認證的標準的東西 那這樣的話去整個系統性的去解決這個問題 而不是說這個東西都是政府的職責 這樣的話政府會變得非常的濫權 會變成一個它無所不管 它又變得非常臃腫 然後它現在又外包 又就變得很複雜的東西 而要回到這個 政府是看得見的時候 那其實商業其實是看不見的時候 我想這個有點扯遠了 同樣的這也有市場的效應 就是說你如果 你把你的成本透明公開 你是台唐是上市公司 然後你有 不只是國營 它已經不是國營是鹽 台鹽 台鹽 對不起 台鹽 不好意思 那它的這個成本效益 當然就是說它要對它股東負責 這個我也沒有問題 但是就是說 你是不是有個check balance的其實 你這個鹽賣了多少噸 一年賣多少噸 國外賣了多少噸 我們比人家多太多了 我們將一年大概將近千噸 就比起什麼日本以色列 對對對 你去看他們 然後他講出了 他拿出了一堆鹽說 他們也很厲害 第一個你在市場上 你買得到嗎 第二個你到他們國家去 你到德國 以色列沒辦法去 德國到日本的超市 我有拍照片 我找不到這類的 那網站上 在中國也是一樣 網站上也有賣 像Morton就有賣 sauce substitute that's fine 但他就是 需要的人去買 對 需要的人去買 不會在一般的普通市場 這樣子販賣 這個東西怎麼去決定 現在價值觀的問題 怎麼判斷的問題 還有可行性的問題 那我尊重行政機關 你要透過這個開放 透明的來處理 結果去年10月8號 他們開了一個標示的會議 那這裡面呢 我去了 他又找我去 那裡面就要求 我也把那個 就是保密協議書 他就法定規定 這是一個資訊公開透明的會議 就直接講是實安法 實安法第四條 對 你開這個諮詢會議 你就要讓大家來暢所預言 然後他裡面規定說 我們不能夠對外 發表這裡面講的話 那我現在挑戰這些人 他們好幾個人 包括剛剛講楊仙 都在那裡面講了這些話 你可以把他的 他會議記錄是保密的 我沒有看到會議記錄 但這個會議記錄 如果說是 他的公開要 叫未服務書面的同意 可的話 他違反 第一個 未服務這個辦法 是違反母法的 第二個 他如果 如果是惡法義法 他就會 double cross double jeopardize 就是說OK 你不按照這些人 你今天找來的人 他不可以公開去講 不是今天我們協作會議 對 協作會議 對 3月27號當天 OK 抱歉 因為可能語言上面 OK 你了解我語義 3月27號當天 他在講 10月8號 講這些東西 他就違反了他 跟會服務的行動 我有聽懂 就是說你在講的是這一段 這一段話 對對對 這一段話你覺得說 他引用了一個 其實按照實安法的角度來看 並不足夠 具有那個透明性的 各界意見 對 那作為這一次 他的這個會議上面 提出來的一個資料 所以就好像說 一個論文 他引用一個資料 但這個引用的來源 你沒有辦法很明確知道 這個時候這個引用是成問題的 您的意思大概是這樣 不是這樣 就是說簡單一點來講 就是說 你既然大家都簽了 與會人 我當場就退席 對啦 因為我說我講的話 都公開的 你隨時 你這樣說 以後我 我講任何這裡面 會議講過的話 我都要你的書面同意 所以您當時是退席 10月8號我就退席 所以這個結論 你沒有您的參與 沒有沒有 而且我也把這個事情 向監察院再講說 這我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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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因為 你按照監察院的要求 要來開這個會 對 但是你呢 又違反了 實案法第四條 一個公開透明的程序 你又把它黑箱起來 而且是不准 與會的人 自行外發表的 對外發表的 對外發表 我的見解是這樣 而且我講的全是 國際標準 理解 我每一個講的事情 都有國際標準的 quotation 他的reference 我不會說 你們可以來挑戰我 因為我不是專家 你都叫我老師 而且我不是老師 我是 我只是 truth finder 我希望pest finder 我去找到 這些資料 如果你有 比 IEA ICRP 更權威更強的 資料 你可以提供給他 然後透過這國際的運作 把它改過來都沒有問題 最多TENON的管理 你可以跟美國EPH講 所以 這個東西是有個落差的 因為 輻射防護 過去是 原來會只管商品 包括了食品 但是 福島事件後 在2013年以後 就把它劃到了衛福部 但衛福部 沒有這方面的專業人才 所以我在給你提的建議裡面 就是要問衛福 他有沒有這個專業人才 他們是不是 這專業人才是有沒有去 受過這樣的訓練 他在組織內 或他找的專家 有沒有這些的工作的經驗 跟他的這個知識的背景 OK 如果有的話 那他提出來的東西 要有reference 不是自己的意見 包括像李俊章 跟剛剛那個蔡先生 還有 那他們提出來是 我想我們都可以在 今天的時間很有限 我們再把這裡面一個一個梳理出來 來檢視他們講的話 為什麼他們不敢用 行政程序法的聽證 因為這是你有法律責任 你這樣就涉及到偽造偽數 我從過去這十幾年來 我告政府數十次的偽造偽數 因為你就是指路為馬 你可以指上罵懷 但不要指路為馬 指上罵懷也不太好 對 但是說至少你不要指路為馬 就是它是個馬 它是一個路 可以用DNA去驗證 那你拿這個reference來 那有的路看起來像馬 這也不曉得 就是說這個 理解 不過因為我們剩三分鐘 對 所以看看您有沒有最後要 我想聽看您的意見 因為都不能說只是我在講這個 但我會challenge你這邊 就是說講到了這個會議本身它的這個 行政程序法的預告 不是 行政程序法 這是我想未來長期努力的 當然就是說你們自己在這邊要講到的 平等對話跟負信 理解 這三個我相信這個是在這次會議裡面 我沒有看到的 理解 好的 好 那我大概快速總整三點 一個是說 因為我們辦公室的朋友也有觀察這次的紀錄 那也有寫成一個部落格 就是我之前有記憶 恩恩寫的 對恩恩寫的 這個問過消費者怎麼想了嗎 的這件事情 那我想這一次呢 因為主要我們是以消費者的權益 來當作討論的標的 而且不是香蕉的消費者 而是市售包裝嚴命的消費者 對 所以這個討論當然是有一點限縮的 這個我是完全同意完全承認 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說 您剛剛是說 不過你們這裡面的討論 並不是限縮在這個眼上面 因為大家講的時候可以發散 但是我們收的時候還是收回這個東西 它是像一個菱形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張 對大家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張 可是我們最後收起來的時候 還是聚焦回這件事情上 沒有聚焦到香蕉上 這個是絕對跟您是一致的 這第一點 那第二個您提到說 我們在做這個程序的時候 沒有像聽證程序那麼高的拘束力 我們運用行政程序法 是運用一個拘束力低的預告階段 那這個呢 是未來大家努力的方向 這個我也承認說 我們這次的拘束力不高 那這個是絕對是 我想我們是同意的 那您是策立我們 以後可以做得更好 這個我禁錶同意 我不是策立 這國家是大家的 禁錶同意 真的真的 未來聽證程序多能夠引入這種 我想對大家都是好事 這是第二點 那第三點就是說 因為其實確實我們現在在這個網路的時代 我們透過直播 透過留言什麼 到底一個人是自己的身份 還是他代表整個監察院 我在網路上面回應網友的時候 到底我是一個人 還是我代表我們整個辦公室 還是代表什麼 這個確實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一個話題 我自己是覺得 就是像您或者是田委員 收到我們直播的連結 如果打字的話 應該都是只代表自己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的想法 他經過院會討論 才能夠去代表院 因為其實並不是因為他這個人 而是因為大家透過一個程序 像我們行政院提出什麼 透過院會的程序 我也有流話 對 所以您流話的時候 您也當然只是代表自己 對不對 所以我想這點我們是一致的 那由一個人 就有憲政上面的時候的機關能力 這行只有總統 因為憲法明定 他這個人本身是一個機關 我們其他人 大概都沒有這樣子的法所明定了 所以我想這點 如果之前的一些通訊 因為會前會 這些逐字搞到公開了 我們會提供給您 讓田委員有一種 好像他個人留言什麼 都會變成代表整個監察院 那這個我也說不好意思 但是這也不是我們本來的意思 這樣子 好大概就現在 好的 好今天謝謝 謝謝